不管是店面招牌 还是鸡鸭鱼肉蔬菜水果 或是水饺包子面食 以至于价值上的各式商品 甚至连棒秤指向及塑胶带都做着微妙微笑 这是永春市场萎缩模型 为了迎接农年到来 台北市新医区公所再度与新医社区大选合作 透过萎缩模型技术 将新医区最具代表性的永春市场 搬进行政中心一楼大厅 这个是来去谁呀 奇亚是以我们旁边这个永春市场 当做的这一个主题的 那我们就想说要过年了嘛 过年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春联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办了新春辉豪的活动 那另外一个想到就是要办年货啊 那年货去哪里当然是要去菜奇亚 所以这一个我觉得跟我们过年的主题非常非常的切合 所以我们就邀请了这个我们林守住老师跟他的团队 来我们这一边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模型展 那这个模型展其实我觉得很赞叹 我自己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塞 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的细致 我还特别去看连里面的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包装 我特别要去检查人家环境卫生 那做的栩栩如生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大力推荐 我们没有来看过的市民朋友 一定要清零现场来看 1983年开幕的永春市场是新医区摊贩数量 与营业面积最大的传统联收市场 新社区大学希望透过迷你萎缩模型课程 具体而为地呈现新医区的长民文化 市场呢我想就是我们的长民文化的很显著的一个代表 就是说我们平常就在生活中就很容易走进这个市场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的长民的文化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跟这个黄秀玉这个会长的联络上 然后我们就选定他 然后也希望藉由他们的这样的在地的特色 特别他们有这个二手四级 那这样还里面很多的摊商都很有纪念性 而且都非常有历史 那里面的食物也非常的有特色 那今天我们就跟14个摊商合作 做出这样的一个作品 要做出栩栩如生的作品可不容易 社大指导老师林守株带领学员们耗时一年半 才终于完成共有一百多个人物 及上千件缩小组件的永春市场萎缩模型 制作前更安排学员到市场走独 与店家面对面活感情 让作品不仅像 更能呈现出传统市场浓浓的人情味 制作比例则坚持1比15方便民众观看 更效法积木做法让模型可拆卸 为什么我们用这个1比15至少它的大小 因为市场的年龄年龄的话 还有呢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比例会比较什么 比较容易让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1比35然后是1比120 就太小了 没有他们的吸引人 我们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就展览完之后把它组合起来 退场的时候就整个拆掉了 可以拆卸的 对可以拆卸组合的 所以就变成地板啊背板啊墙壁啊招牌 其实它都是什么样 可以拆掉的 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什么 它就是一个卡榫的概念 社大方面还研发出黏土造卡磁铁板手里 协助店家发展更多商机 比如说里面有卖水饺的店嘛 我们刚刚水饺做成什么 靈人化动物化 那它更Q版 那它其实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磁铁 一个磁铁 然后你可以当成半首领 然后摆到它自己摊子前面 可以增加很多的什么 曝光啊 然后除了跟它的产品对照之外呢 一大一小 一个可以吃 一个不能吃 一个是假的 一个是真的 其实应该也可以为摊商 招来很多很多的生意 开心的与缩小版的店面及人物合影 泳村市场的老板们直说 真的好像 就是那个头发发型 然后跟那个脸都很像 然后连妈妈那个也做得很像这样子 对 妈妈看到觉得对啊 觉得很可爱 头发 头发 而且动作也蛮像 动作很像 对啊 你觉得如果把自己 就是说平常在工作 那个用这种方式做出来 感觉怎么样 很好很不错 大概一种表现蛮不错的 你说哪里最像 水叫变成 水叫变成 怎么像 蛤 怎么像 水叫直接直接蹦蹦蹦 变成的那个 跌了飞了 很像的啊 你觉得最像的是哪一个 当然是我啊 哈哈哈哈 本来最像就对啊 啊看到自己在里面 那个心情怎么样 很高兴啊 很高兴 吉利促成这一项合作的 泳村市场智智会会长 黄秀玉高兴的说 效果超乎预期 其他市场都相当羡慕 因为泳村它算是 比较老旧的一个社区 那跟社区本来就是 比较密集的联合在一块 所以跟他们合作 我觉得很好 出乎我想象的做得很棒 那看上去看了就心情很好 赚钱提示 但是今天心情就很好 他是有一个推广 哪一个 大家其他市场都好羡慕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所以我们很感谢 社大跟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 除了展出到二月底的 泳村市场围形博物馆展 新一区公所方面 也连续两周举办 新春辉豪正春年活动 今年更邀请会画名家 帮红包画龙点睛 还有清晰幼儿园小朋友 带来的可爱舞蹈表演 祝福大家开心一街 好运龙年的到来 记者张其腾 台北报导